第26题,乘上题,试问用此弹簧拉动车子的整个过程中,对车子的势力与弹簧伸长量的关系图因为何者? 我们晓得,势力跟弹簧伸长量会成正比,势力越大,弹簧伸长量越大,我们在拉动车子,拉动车子的时候要一个抵抗的最大净摩擦力, 在势力小于最大净摩擦力之前,我们的势力逐渐增加,弹簧的伸长量也逐渐的增加,但是车子还不会动, 那么等到刚好到达最大净摩擦力,车子就会恰可运动,恰可运动之后就变成所谓的动摩擦力, 而动摩擦力会小于我们的最大净摩擦力,而动摩擦力为定值, 所以此后如果要维持车子等速前进,我们的势力就为一个定值,也就是我们的弹簧伸长量也为定值, 所以在拉动的瞬间之前,我们的是势力越大,弹簧伸长量越大,那么成正比, 那么拉动之后呢,我们的势力就为定值,弹簧伸长量也为定值, 所以我们看到符合这样的叙述就是我们的A, 那么选项B不对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施力就不会有弹簧伸长量, 所以选项B的纵轴的坐标显示是错误的, 所以第26题问我们说,对车子的施力与弹簧伸长量的关系图因为何者, 我们答案选的是A, 对车子的施力与弹簧伸长量的关系图因为何者,